今天是2021年的8月25号星期三 Humday又到了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雅思口语 因为讲口语 所以让你们看一看我 哈喽哈喽哈喽 好 经常有学生呢 在考完口语之后的话 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 口语考官对不对nice 我觉得我答的可好了 可是我这个分数 怎么还不到七分和八分 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问题啊 就是雅思口语 还没有考到七分和八分 考官评分的三个问题 一分钟可以帮你快速找到 自己的差距到底在哪个地方 好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这四项评分标准 为什么考官在去听你的问题的时候啊 听你的回答的时候 他不会想这四个评分标准 你差在哪 他想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三个问题 然后这三个问题分别都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来去讲解一下呢 考官的一个官方的 模考的一个示范 帮你去找到你和七分和八分的差距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口语四个项目的评分 其实只有三个特点 我们先来看这三个特点 分别是连贯性 地道性和准确性 那你就想老师四个评分呢 怎么就会总结出来三个特点呢 因为这三个特点更简单粗暴嘛 你可以很容易的会判断 自己差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流利度和连贯度 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七分的话 你需要你的答案答得很长 而且的话呢 你需要有一些连接词 把你的答案给连接到一起 你可以是有self correction和 repetition的 但是呢 你不能这样的东西出现的太多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呃和啊这些东西 你可以有 但是不能出现太多 关键就是 你两个句子之间是要有联系的 是不是说来说去都是在说连贯度啊 就是他一听你的答案 是不是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 是有连接词连在一起的 你要说嗯 I like eating apples Apples are red Apples are tasty 这怎么脸啊 这就是6了 懂了啊 好 下面一个地道性和准确性啊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是词汇的话 我们会看七分这边的话 要求你用不一样的词汇 用一些less common和 嗯 edomatic vocabulary 然后还有一些去知道一些collocation之类的 然后去paraphrase之类的 好 这个paraphrase我们到时候再说啊 paraphrase并不是直接找一个替换词 是换一个方法说而已啊 不是说他用了一个red 你就去想用什么样的词去替换red 所以你会看到气氛这边啊 实际上就是说啊 你可以去清晰的去表达出来 去选一个词选对了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没有太多的错误 那有些同学说 老师他这里面有一个 idomatic 是不是一定要去说那个 a cup of tea之类的词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官方不认为这样的才是idomatic 等一会我们再聊这件事啊 好 所以这个一定metic更多是体现这个地道性吧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是否准确 就是这样 到了八分才会考你 你会看啊 paraphrase有一个叫做convey precise meaning 这个就是八和七的最主要在词汇上面的区别 好 好 precise meaning就是外国人在去聊这件事的时候 他可能用这个词 但是你用了另外一个词了 那你可能就错了 举个例子来讲 考官问你说 do you like fruit 那外国人怎么回答 外国人precise meaning就是yes I really love fruit 然后你怎么回答 你会想 哎老师教了好多的替换词 我就想想用哪个 I'm really into fruit I'm fond of fruit 你虽然也用了替换词了吧 paraphrase 错了 所以你老听又在替的这个档 还是 递到或准确 现在懂了吗 好 语法是同样的意思 语法也是七分的话呢 可以出一些语法错误 但是八分的话语法错误降到一到两个 因为native speaker是不会出现大量的语法错误的 但是他们也会出现 这儿少了一个s 那儿多了一个s 这也会出现 Ulysses到现在都说 if I was you 他不也这样活着吗 他也是一个native speaker 我们再看啊 pronunciation 到现在还是 if I was you pronunciation这边也是一样的 七分要求准确 八分要求更地道 什么叫更地道 就是当你真的要说 a cup of tea的时候 你不会说 a cup of tea 你说是a cup of tea 这边是有连读和吞音这些东西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考官为什么只用三个问题给你分数 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些东西缩短到 连贯性地道和准确了吧 现在这四个评分标准 不用特别特别特别觉得很复杂了 我告诉你啊 考官真的听你分的时候 听你去说的时候 只听下面这三个问题 没有那么复杂 为什么我跟考官聊过 考官跟我说 嗨 这个口语评分啊 很简单 你不是要考八分吗 那时候我七考八 他说你不是要考八分吗 他说我们只会给我们认为 在外国生活很久的人才给八分的 因为八分是native speaker的水平 哦 我说啊 我说你们怎么认为啊 他说就是我一听你的答案 我想一想你跟native speaker 答的一样不一样不就得了 哦 我说就这样 他说对 他说听分的时候不是说上来 我就会想你这四项差哪项 哪项给你多少分 你那么快一下说过去 都是凭印象的 他不像那作文似的 扣着扣着一点去给你评分 他在听你的时候 他是不会干脑子里边 不会出现这四个的 脑里边第一个出现就是 哎 你跟我隔壁邻居说话 套路一样吗 跟隔壁邻居说话套路一样 就是八分以上 不一样的话你马上下八分 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 Do you like fruits? 你说 Oh I love fruits so much You know what I have to have three pieces of fruits every day In the morning I have these In the afternoon I have these in the evening Evening I will pick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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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native speaker 说话套路 体现出乱你特别特别 喜欢吃fruits这件事 而且你没有说I like 你说说I love fruits 加了这个叫什么 那个重音在里面的吧 不管是你从地道性里 就是你和native speaker 表达这个东西的逻辑 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又占了地道 又占连贯 也都是准确 也没有什么错误 你一下就拔了 现在懂了吗 然后但是如果他发现 你上来就说 Oh yes I'm fond of fruits I'm fond of fruits 不是他们经常用的 马上你怎么也 有些学生说 老师我怎么跟八九 差点零点五 你零点五就差这 好 然后你会看 然后他一听到你说 I'm fond of I'm fond of fruits 之后的话 他就会想 哎 我能听懂你说的意思吗 Oh I fond of fruits 我肯定能听懂吗 就是你喜欢 只不过你这个喜欢 用错定了吗 就不是我们经常生活里面 经常用的 准确不准确 还是挺准确的啊 还是会跟你六分以上 懂得办 好这个时候 他会在听你解释观点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flow 什么叫有没有这个flow啊 就是 外国人不会这样想 你用了多少个连接词 就是凭第一印象 他听你说话的时候 这个flow是 他们只会跟你说 有时候我让Ulysses 给我学生看分数 他就会说 这个不flow吗 这这个flow是怎么连的 就是感觉出来的 同学们 他那感觉是怎么出来 就是看你这两个句子之间 有没有这个连接词 把它联系起来 或者是说的话 有没有那些 compositional feelers 给联系起来 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 我马上怎么样去给他说 我好像在国外生活 过很多年的印象 好 You know what In the morning I have to do this In the afternoon I do this Even in the evening I do this 然后我可能还会说 It sounds a little bit crazy But let me tell you I have to have So many types of fruits a day It sounds a little bit crazy 这不就连到一起了吗 这就是natural连 但是呢 如果他第一个 就发现你不是这个级别了 那肯定你不会这么连吧 他就会看你有没有flow flow就是这样说 Yes I'm fond of fruits This is because Whenever I eat fruits I feel that My skin will become better I guess that's why I like fruits 有没有联系啊 Whenever I eat fruits This is because I guess that's why I like fruits 有吧 很连贯准确 这不就是我们那个 流利度模板吗 Whenever怎么样 好 这个就是7分了 现在懂了吧 所以 就是这一个表你搞定了 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连贯度模板 我们就看那个连贯度模板 那个example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考官为什么就是不给你7分和8分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官方的一个6分的example 我们从这三个问题的角度来 给这个小哥去打个分 看一下他为什么到不了7分 好 这是一个part 3的题目 我们仔细听一下题目啊 你觉得有一个兴趣爱好对于人们的social life 是不是有好处的 看一下首先他像不像native speaker的感觉 然后呢就是 是不是回答的都是make sense的 你都可以听懂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有没有这个连贯性 好他说的是最后一点 他说的是一个escape from day to day activities 然后你现在想 他刚才整个在去回答的过程之中 小哥有在看考官吗 没有吧 看桌子呢吧 然后首先他的交流就不拿出了 一下就会到8分一下了 但是有的人确实是紧张 但是他去回答的时候 是不是改了好几次啊 上来就说 I think it can 又怎么样了 这个句子他就是前边又说了两个词 然后后来就把这个词给改了 又想了另外一个说法 说又想另外一个说法说了 所以他改了好几次 一下你觉得外国人会这么说话吗 不大可能吧 所以一下他就是从这个地道性 一下就没了吧 所以这个怎么也不可能考到18分的 然后你在想 你可以听懂他说的吗 可以听懂他说的吧 他前面都是在说什么 有一个howpiece时候的话 可以让你更放松 因为他和你的日常的生活 还有是学习工作和学习都是不一样的 可以听懂他说的 好 所以肯定是在6分以上了 但是你想一想 这小哥在去回答什么呢 人家问他说 有一个howpiece对于社交生活的好处 但是这个小哥都在回答说 有一个howpiece让他更放松吧 他答的不是人家问的吧 这个在part 3的时候 是特别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 靠7分的同学 如果你答的不是考官问的话 肯定就是6分了 但是呢 现在的评分标准越来越严格了 有可能因为这个问题 你会到6分以下了 所以即使你听懂了 但是呢 你答的并不是人家问的 你的成绩也会降低 然后就是解释观点说 有没有去flow 我们还是从连贯性准确性 用两个角度来讲 首先他说的一个句子就是错的吧 因为他改了好几次 所以一下 因为你不准确的连贯度一下就降了 所以这个小哥就是这样丢了分 如果他上来就说 Defintly yes this is because having a hobby can give you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meet new people and then when you meet these new people Defintly you can expand your social circle 对吧 让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连到一起了 这样就是7分了 你们以为呢 没有你们想那么那么难啊 8分只不过跟他答的会不一样一点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同学啊 另外一个同学呢 是一个7分的example 就有点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感觉 我们看一下这个7分的小姐姐 为什么到不了8分 对刚才6分到不了7分这个点 你们想一想你们自己去回答 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啊 这个小姐姐的example非常非常好 因为他答的非常非常流利 那他为什么到不了8分呢 这个对于我们I'm teach的同学 一定要考一考8分的特别特别重要啊 小姐姐还微笑呢特自然 从到了那个比较有名的时候 你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名人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 好我们就听到这边了嘛听完的这个好处 首先这个小姐先说是你会get非常rich 然后的话呢 他说的是你会可以在很多方面去省钱 然后呢比如说你的衣服啊 然后你的住房啊 这些东西都是省钱的 然后这个因为你这些你可以去省很多钱 再加上plus the money you're earning 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特别有钱 好我们来去想一想 这个小姐姐答的其实还挺好的吧 好是什么让她到不了这个8分 为什么她没有到这个native speaker的级别 那你们这样想 正常这个地道性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我需要让你们知道 你们很多同学认为这个地道性是词汇吧 就用了越多越多的像a cup of tea那样的 就可以考到7分 是这一 才是因为没有用这样的eadymatic expression 才没有就可以考8分 因为没有用这个才没有到8分吗 她出现的问题是在哪了 她在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的这个逻辑是说 我觉得当你成名之后的话 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变得比较有钱 然后的话你可以在某些方面去省很多钱 你觉得正常人如果用中文聊天 你会怎么说 你说名人之后的话有什么好处 然后你的第一点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 肯定的你会有好多好多钱 然后你怎么说 有钱之后你干嘛吧 有钱之后你可以买名牌包 你可以住特别特别好的一个mansion huge mansion 你可以去出国旅游 做很多很多事情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她是不是第二点没接着第一点说呀 所以她的逻辑不够地道 考官就会觉得一脸懵逼 你第二点再说一个另外的一件事情 没有跟着前面那个去说了 所以她是在逻辑上面 没有体现这个地道性 所以你们会看 如果我用最最最简单的词 给它改成一个8分的 就变成了是 Regarding the advantages I think the most obvious benefit is that definitely you get to be extremely rich 我是不是强调一下 extremely rich 然后我再说是 you can spend the money on doing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like traveling abroad or living in a mansion or buying all those expensive brand stuff 所以这些是不是有什么bags or clothes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围绕着一件事 再去说了 所以让人感觉很连贯 然后也很准确 这小姐姐就是因为在这边 出现问题了 还有一点就是 她后面说是说 the money you save the plus the money you save the plus the earning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考不到8分的同学 就是你答的都像他一样的感觉 但是有的时候 你偶尔加了这么一个 不是完整的句子 考官一下就会pick up出来了 因为对于他来说 这东西就是不make sense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7到8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把你想说的这个中文 很有逻辑的出现在你的脑子里边 然后慢慢翻译成英文 你掌握这个技能之后的话 轻松从7提到8分 然后我们最后来去观摩一下 这个口语9分的一个example 这个example刚好是我之前 7分考8分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的example 我们主要是看 它是怎么体现的地道性 什么样的人是有的 他说在马来西亚 肯定是那些politician 和那些actress 和其他人都会变得特别特别有名的吧 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吧 然后但是他用了一个conversational fuel 他说是 definitel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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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继续听啊 among the among Malaysians so what about in the past is that the same as in the past where politicians and act 你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很简短的话 就是感觉不出来它有8分吧 但是你再会看他第二个问题这么大的 过去 过去谁是有名的 然后我们只是听啊 考官问他过去谁是比较有名的 他这么回答的 好他说的是 i think definitely in the past if you were talking about fifties and sixties 好就这个if you were talking about 就是说我想肯定的在过去 如果你是在说 fifties或者是sixties的时候 就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的时候的话 那么movies那个时候的话 电影是人们第一大的交流的一个工具 一个渠道 好你会看到他没有直接说吧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吧 好他在想了想吧 然后他再说 这个过去我们来去定一下这个过去吧 如果你是在说五十到六十年代的话 这个刚好是native speaker 在去回答问题的时候一个套路 就是他不会直接的去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他会去转述一下 或者说再去定一下 这样那个compositional filler就出来了 考8分最主要一点就是 学会怎么样跟考官交流 所以他的地道性就体现在这边了 而且又让他答案显然特别特别连贯 所以考8分并不是你每一个题 都答的高大上同学们 你可以很简单就像他刚才回答第一个问题似的 但是你可以去发货的地方 这个题你刚好是有的可说的地方的话 你体现出来这些评分点就可以了 好如果你们想去看更多 我会强烈建议你们会看更多的官方给的示范 7分和8分的示范的视频的话呢 你们回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 回复资料包就可以了 或者在YouTube视频的下面就可以下载 有这么一个评分标准 这么一个链接 我们把不同的link全部都给你放在这边了 好最后就是呢 我们现在给你们放一段呢 我们的学生给我们的一个示范 你们猜猜这个学生呢 考了几分 我来问这个题 我挑一个男的 我觉得这个男的 一封我问你这个题 你说 who are more polite people from cities or those from the countryside 城市和教区的人 假装你不会说的 神会更有礼吗 哇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差别 人从海和国家 他们全是人 你认为他们有不同的学生 背景的背景 像是人们从 cities 他们都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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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认为 这些学生是一个问题 是个性格的 与个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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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他们都相同的 怀疑 或不怀疑 这小哥儿演得很好 我们来去看一看 当时把我们所有人 都笑喷了 你们会看一下 是不是像和生活里边 native speaker说的是一样 感觉像又感觉不像 感觉像点就是 你觉得很地道 很连贯 也很准确 但哪些地方 你觉得准确度 哪些地方不够 是不是从发音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有些地方的发音 不是特别准确 但它连贯度很好 而且它用了很多 conversational filler吧 它上来就会说了吧 它说就是 这些城市人和乡村人 最主要区别 就是它的education background 然后后边又说的是说呢 我觉得你既可以说 他们equally polite 你也可以说 equally unpolite impolite 所以这样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 它是完全特别特别 接近八分的 但是可能只差那一点 就是它的发音 有些时候 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因为它呢呢 可能有些时候是不分的 所以这个同学 最后考的分数是 7.5分 所以你们会看 考7.5分 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吧 很多同学 想考1.1最高分的同学 然后如果你们想看这个视频 它跟你分享一下 它怎么从6和6.5分 考到这个7.5分 就是因为它学会了 怎么样去会演戏这一点的话 点击这个视频上面 这个小链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kisshouse.com的7天的免费课 是帮助大家去解决 怎么样 只用一个故事 4个万能源 一个月去提高 口语的1分 还没有看这节课 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一对一的保分课程的话呢 这个月已经没有名额了 请大家提前预订一下下个月的名额 点击这个视频下面链接就可以了 公众号后台回复付费 可乘四个字 我们明天见啦